现在第三十三轮 成都荣城的主场对着武汉长江的比赛 也是第三阶段表现最好的成都荣城的球员 直接掉门了 还是干锐啊 进攻也能上来 哎呦 危险 这个球是门将的呀 越位了 越位了 张志强刚才这个球呢 实际上球传进来以后接的并不好 裁判员示意这个球越位啊 但这个球是不是要 最后沈樱豪要到场边要回看啊 这个球可能会被判罚有效 还是越位了 还是越位了 胡仁天右路的一个任意球 定位球 武汉长江也要利用好 一点 哎呦 就说着这场球 晚长江要利用好定位球的机会啊 胡仁天这条球发的非常好 落点正好 一会再看一下啊 一点是谁顶的 最后补射的是 但是一会看一下这一点是谁顶的 郭仁天这球起来以后 我感觉这个落点 力棚顶的啊 这个落点对于武汉长江来讲会非常的有力 越过了任强 到了进区内之后 这个球 远射 这球被守门员张正强扑出去了 看看还是脚球罗摩罗 罚进来 张正强把这球打出来 反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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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抹个刀进来 给 没有打 罗摩罗摩 换到右脚不行了 哎 右脚 还是右脚把这球打进去了 哈哈 这个球打得很巧 是不是也打了一个时间差 大家的反应包括门将 这个球你看假动作先晃 右脚 左脚 调整他右脚 哈哈 右脚拉了一个很诡异的弧线 再看 两个左脚停球 假动作 谎掉了 谎倒了武汉长江的两个防守队员 最后自己拿右脚啊 拿了一个弧线球 哎 龙龙练球起 哎呦 打进前差点啊 拼命有 菲利沛 小达尼亚啊 这时候中路有中位已经出来了 不计选择了突破 送直线 这个球该有了 有没有越位 哎呀 见着菲利沛 捕射打进去了 越位了 哈哈 这个球之前 哈哈 龙龙 难道这个球要让给菲利沛吗 呦呦呦呦呦 这个球还真打进去了 再看看啊 哎呦呦 是不是人强 再看一下啊 哦 人强 似乎是真还没有蹭到 在那个位置啊 球门里打 如果能打的 能打的足够 哎呦 这个还有机会 哎呦 还是菲利沛 还是菲利沛 成都容成的进攻打出了一个小的高潮啊 这个球 不过他这儿 左脚有点远射 张志强把这球扑出来了 哦 射政 包括射门的效率都非常的高 好 沈云豪追想了这场比赛 成都容成主场对阵武汉长江比赛的中场上 好 好